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节课呢 对这个补码做一个补充 我们这节课来学习小数的补码 先来看一下 整数的补码的定义 那么这个呢 就是二进制整数的补码的定义 而小数的补码的定义呢 也非常类似 也是分成两个部分 X大于0和X小于0的这两个部分 对于X大于0呢 X的补码等于X的圆码 而对于小于0的部分呢 X的补码等于2加X 虽然说这里面的定义 也已经非常简单了 但是我们全面总结了 从圆码求反码 再到补码的这一个 非常简单的规律 那么这个规律呢 就是负数的反码 等于圆码除符号位以外 按位取反 而这个负数的补码呢 就等于负数的反码加1 那么这样子的规律呢 其实也是适合在小数里面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使用这个规律 来计算小数的补码 首先来看第一个例子 假设X等于16分之9 计算X的圆码 补码和反码 那么首先呢 我们使用重复相乘法 把这个X的圆码给求出来 那么X的圆码呢 就等于00.1001 前面这个0呢 是符号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反码和补码给求出来 因为呢 这个X大于0的 所以说它的反码 以及它的补码都是一样的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X等于负的32分之11 这个时候计算X的圆码 反码和补码 首先这个圆码呢 我们还是按照重复相乘法 把它给求出来 等于10.01011 前面的1是符号位 接着我们求这个反码 那么反码呢 就等于这个圆码除符号位以外 按位取反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 11.10100 前面的这个1是符号位 接着我们再把这个反码求补码 莫位加1 就得到了11.10101 这样子呢 我们运用前面的规律 就可以快速的得到小数的补码 在这里呢 对小数的补码做了一个补充 包括它的定义 以及它的求法 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 小数的补码的求法 和这个整数的补码的求法 是一样的 都是先求反码 然后在这反码的技术上加1 因为可能有些同学 对于小数的补码会比较疑惑 所以老师呢 在这里面就特意补充了 小数的补码的求法 有了这个小数的补码的求法 我们可以更加方便的 更加容易的理解后面的内容